话说中国国产的战斗机,中国航空工业肩负20,肩负16,肩负10C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空军最火的三种型号,这三种型号也代表着目前中国航空工业的最高水平。 更为可喜的是,这三款型号已经批量装备部队,并形成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型号,就是军迷心中的痛了,那就是中国航空工业省飞自行延续生产的FC-31隐形战斗机,之前大家称之为肩负31,FC-31是一款双发单座中型第五代战斗机,FC-31采用常规气动布局,配备了DSI进气道,T型主翼,倾斜双锤尾及内置弹舱,具有典型的隐形战机特征,可备探测性低。 因此生存能力较高,简单说,从外观上看,FC-31更像美国空军F-22和F-35隐形战斗机的结合体。 在设计上,FC-31采用了大量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特别是采用了两台高性能小含倒比的涡扇发动机作为推进系统,使其战场的生存率大大提高。 同时因为采用双发的设计,加上体型大小合适,也更适合改装成舰载战斗机。 目前官方的消息虽然没有完全确认这一事件,但是以沈飞的实力,只要国家需要,完全有技术有能力开发出第二款中国海军的舰载战斗机。 FC-31战斗机采用内置弹舱,通过一些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出,其弹舱尺寸相当巨大。 未来只要有需要,可以装载PL-15和PL-10空空导弹,配合全新研制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加上自身的隐形特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第一架FC-31技术验证机于2012年10月31日完成首次飞行,这也证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可以同时研制两种第五代战斗机的国家。 随后在2014年珠海航展上,FC-31的一号原型机进行了多场飞行表演,与苏富35战斗机成为当年航展最大的两个明星机型。 近年来,FC-31又推出了第二架原型机,目前网络上有一些模糊的图片,可以确定的是,整体外形与珠海航展上的FC-31大比例模型基本一致。 近年来中国航空工业也在向国外积极推销这一极型,毕竟除了美国空军的F-22、F-35、俄罗斯空天军的苏-57、中国空军的肩负-20、目前的FC-31也是第五款成功制造出原型机的第五代战斗机。 而日本航空工业早已经停飞的X-2新神先进技术验证机与之相比就显得业余多了。 当然与前面四款五代机相比,FC-31还存在不小的问题,特别是发动机这一块。 要知道FC-31这样的体型,要想能够完成超音速巡航这些硬指标,必须拥有EJ-200和F-414这样的发动机才行。 而我国航空工业与之类似的发动机还处于研制中,我们也相信,只要军方支持资金上到位,加上数十万航空人的努力,FC-31也会逐步成熟的未来空军装备建设,肩负-20隐形战斗机身上的弹子不轻,特别是将来面对周边数量众多的F-35隐形战斗机,对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相信FC-31隐形战斗机成熟后,会成为肩负-20隐形战斗机的好帮手,强强联合才能更好地捍卫祖国领空的安全。 12月15日,缅甸举行盛大仪式,高调入EJ-2008连和炎式的骁龙战斗机。 由此传播已久的骁龙战斗机首个外销用户终于浮出水面。巴基斯坦是主研国不算外销,尼日利亚尚未被公开证实。 据报道,此次缅甸军方展示的骁龙战斗机属于Block-2型,不仅换装了更先进的电传系统和雷达系统,而且配备了加兽油装置。 较基本型的骁龙战机有较大的性能提升,缅甸空军在71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高调展示骁龙战机。 骁龙战机始于中巴超期项目,2007年基本型开始列装巴基斯坦空军。 虽然该机暂时满足了巴基斯坦空军肩负7和强负5战机的换代需要,但由于该机由肩负7发展而来, 且瞄准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数量庞大的二代机市场,所以强调高性价比的骁龙战机只能算是准三代。 不仅与服役2、30年的美制F-16战机有不足,就是与印度造的万国组装品光辉战机也不占有巴基斯坦骁龙战机中队。 正因如此,骁龙战机投入国际市场后,可谓反响平平,连续多年也未实现出口突破, 但作为中巴高技术武器装备出口的拳头产品,以及提升中巴影响权重的重要一环, 骁龙战机的改进升级与推销工作始终没有停下,这从巴基斯坦不断派出骁龙战机参加各类航展就可见一般。 而出口缅甸的Block 2,行骁龙战机,之前其实已经装备巴铁,而据传具有隐身能力的Block 3,行剧称也在稳步推进, 参加航展的巴基斯坦骁龙战机。 作为过去美俄欧少数玩家掌控的三代机市场,此次骁龙出口扣门成功,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最不高兴的几家档鼠美俄印三国。 首先,对于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军火商而言,缅甸的市场它不一定看得上,但是骁龙战机出口的背后,映射的是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这对一直在较中缅关系浑水的美国来说,可谓是一次重大挫折。 2009年前后,美缅关系迎来一波蜜月期,其次,对俄罗斯而言,缅甸是其传统军火出口市场之一, 而其米格-29战机实际瞄准的也是肩负7等二代机型,不仅与骁龙构成实际竞争关系,而且定位也较为重叠。 此次缅甸引入骁龙战机,实际是将俄罗斯到手的蛋糕分走了一大块,俄罗斯自然不高兴。 此外,一旦由此引发骁龙出口的积极效应,那以俄罗斯糟糕的技术保障和坑人服务,估计以后连汤都没得喝。 缅甸装备的俄制米格-29战机,还有一个不高兴的国家当属印度,一方面是吃醋,眼看着骁龙战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先进。 反观自家的国宝光辉战机,搞了30多年,到现在连战斗力还没有形成,惹得空军都要退货,另一方面则是十足的危机感。 缅甸部署骁龙战机后,印度的西、北、东三的方向,将被中国版三代机、四代机团团围住。 印度战略空间被大大压缩,估计印度很快又要买买买了。 2016年印度首款国产LCA光辉战斗机正式服役,研制历时33年。 相对于美俄印三国的不悦,中国、巴基斯坦和缅甸则是十足的受益方。 不仅透过战斗机这种大宗军火交易,进一步紧固了三国的密切关系,而且各自也都受益颇多。 首先对于缅甸来说,作为第一个引入骁龙的国家,相信在技术支持、服务配套和采购价格上,都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 而骁龙优异的低空亚音速性能和经济性能,以及丰富的挂载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缅甸政府军空中打击反政府武装的效力。 缅甸国内政治格局相当复杂,其次对于巴基斯坦而言,本身就是骁龙的主盐国之一。 骁龙战机的出口,不仅会给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巴基斯坦武器进口国的形象。 简单说,借助中国的技术和影响,巴铁一方面轻松具备了三代机研制能力,同时透过武器出口,有助于提升其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 巴基斯坦骁龙战机三机编队演练,对于中国而言,可谓是终于打开了骁龙外销的缺口,无论是国际影响,还是地区平衡上都是巨大成功。 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相信骁龙在接下来几年内会迎来一波外销的小高峰。 同时,骁龙的成功外销,也表明了关系的稳固与紧密。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缅甸是除巴铁之外,我致力打通的第二条西南大通道,这对于摆脱马六甲困局,不在能源通道上受彻肘多有弊意。 俄罗斯邀请中国空军参加2019年莫斯科航展,并邀请肩负20、肩负31和肩负14参加飞行表演,并且提出中俄共同举办本届航展,如果成型的话,那将是莫斯科航展最风光的一届。 中国将担任2019莫斯科航展主兵国,而且俄国提出一个非常利好的条件。 俄国邀请中国成为2019莫斯科航展,MEX-2019,主兵国,俄新社9月21日消息,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丹尼斯。 曼图罗夫说,我们首次对莫斯科航展的举办形式进行了调整,并建议中国担任航展主兵国,中方同意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曼图罗夫表示,几年前,中国曾担任俄罗斯国际创新工业长主兵国,相信中国会继续带来高水平和大规模的展示。 中国商务部网站也发布了同样的消息,肩负20引擎战机,俄罗斯莫斯科航展,MEX,是一次大规模的航空航天盛会。 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在疫情苏联解体之后的第二年及1993年举行,前苏联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航空航天工业水平最高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陷入困境。 航空